宋朝到底能不能算大一统王朝? 文小和对岸提醒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, 人们通常会首先想起秦汉唐明等这些武力强盛, 肆意宾服的朝代, 但对于文化昌盛,武力孱弱的宋朝, 很多人都以为不是大一统王朝, 那么,对比中西方的历史, 宋朝到底能不能算得上是大一统的王朝呢? 大一统的最早出处, 鉴于宫阳传引公元年解释, 元年,春王争月这段奇史句, 书中言道,元年者和, 君如引公之始年也, 春者和,遂之时矣, 王者书位,位,周文王也, 和为先阎王而后延争月, 王争月也,即, 争月是由周文王规定的, 和延互王争月, 大一统也, 即使说, 鲁国的时间计算方式, 采用了周王朝的规定, 是因为天下一统, 诸侯并非独立主权国家, 而隶属于周王朝, 互采用周王朝的规定, 按照《公羊传》的说法, 周王朝也算大一统, 但实际上周王朝跟西方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比较相似, 虽名义上一统, 实则诸侯林立, 政令不羁, 而实在算不上是大一统。 我国历史上, 被后世公认的第一个大一统朝代是秦朝, 而很多人一场以秦朝的疆域反图为底盘, 去衡量后世朝代是否有资格称大一统, 简而言之, 其后世朝代的疆域比秦朝大就能算大一统, 如果疆域比秦朝小, 就感觉有所残缺, 算不上大一统。 如果对比历史图册上的秦、 宋疆域版图, 很多人会认为宋朝疆域促小, 而不如秦朝, 就连汉人华夏的传统疆域, 燕云十六州, 都为辽国具有, 又怎么能算得上大一统? 而实际上, 论直接有效控制疆域, 宋朝不但不比秦朝小, 甚至要远超过唐朝, 对比秦朝与清朝关类十八省华夏本部家辽东疆域, 我们通常会误以为, 汉人的居住区两千年都没啥大变化,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 我国广大的江南地区, 是伴随着五湖乱华, 安室之乱, 宋氏南渡等多次中原大乱, 北方汉人大规模南下, 才得到逐步开发, 直至宋朝时, 领南枝的还被当作官员的流放帝, 故而, 秦朝对辽阔的江南枝的, 其统治力是微乎其微的, 最多能算增加了几个居民点, 从实际统治疆域来说, 随着各王朝或政权对满光之的开发程度的越来越高, 才渐渐成为汉人属地的, 而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, 例如, 湖南省中西部的怀化, 就是到了宋代才正式设立地方统治机构, 取怀柔规划之意, 而命名为怀化。 而纯粹以秦朝的疆域版图为底盘, 却衡量后世朝代, 是否能算大一统也不妥当, 比如, 秦朝具有辽东之的, 而隋朝并不具有辽东, 但后世对隋朝为大一统王朝却并无争议, 初唐的疆域与晚唐的疆域更不一样, 也不可能说唐朝前期是大一统王朝, 而唐朝中后期不是大一统王朝。 对宋朝是否为大一统王朝的最大争议, 还在于宋朝并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周, 但对比西方的历史, 普鲁士统一了德国, 把奥地利这样传统的德意志诸侯都排除在外, 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时, 为争取法国的支持援助, 更是把萨弗伊与尼斯意大利建国三节之一的加里波帝出生地, 割让给了法国, 而此前, 热纳亚还把科西加岛拿破仑出身的卖给了法国, 这些地方传统上, 也都是意大利地区, 但在德国与意大利的历史上, 显然也算是完成了大一统, 相比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庞大疆域, 撒丁王国统一的意大利不值一提, 在对比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, 普鲁士建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疆域要小得多, 但德意志第二帝国却远比神圣罗马帝国更有资格, 实力趁大一统, 逼者认为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, 基本上完成了华夏地区的统一, 也是当时唯一的华夏政权, 故而宋朝可以算得上是大一统, 而烟云十六州的情形也很像撒丁王国, 将萨弗伊与尼斯两帝跟让给了法国, 并不能影响到宋朝是否大一统, 也或如秦始皇在世, 卫国还没有完全备废, 却并未影响到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历史地位。